近日 国外服装企业HM集团发布声明 抵制新疆棉花产品 引发众怒 目前国内多个电商平台已下架HM相关产品 中国棉花行业在国际中处于什么地位 新疆棉花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新疆棉花产业中是否存在所谓强迫劳动 宗教歧视 抵制事件是否会影响新疆棉花生产 3月25号 记者就相关问题 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农产品贸易与政策研究室主任胡冰川进行采访 梯度转移的这些国家 把它这种产能加在一起 它很可能都无法满足下游的这种国际需求 有一部分人总是希望说 哎呀 我抵制了这样一个新疆棉花或者不消费怎么样 这个整体来说呢 我们从客观角度来说评价 这既不是一个商业行为 也不是一个政治行为 这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 实际上是一个反制的行为 对于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及HM集团宣称 中国新疆存在侵犯人权和强迫劳动的风险 胡冰川表示这是无稽之谈 过去每年到秋天棉花采收的时候 都有从会从中原地区 比如说像郑州会开行叫采棉专列 把中部地区的这些人呢 劳动力输出到新疆去采棉花 如果你要强制劳动的话 那我们还要从这个中原地区去输出大量的这个劳动力 到新疆去采棉有什么意义呢 这两年呢就开始大规模的这个机械化 我们经过这个也就是十来年时间的这个发展 我看到最新的数据 大概现在机械化的这种面积应该是接近50% 如果你要强制劳动 那么我们就做机械化干什么呢 那么就强制劳动好了 那劳动力什么都是零 这个无稽之谈 胡冰川介绍 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 中国为支持全世界抗疫 开阻马力生产防疫物资 对欧洲纺织品的出口增长了130% 这些号称要抵制中国棉花和中国棉纺织产品的国家 恰恰是中国纺织品最大的受益者 去年我们就是讲中国整个的这个棉纺织产品 在外贸出口当中 根据国家海关统计 大概是增长了8% 纺织品这块出口呢 主要是因为这个防疫物资 就我们去年纺织品的出口对欧洲增长了130% 就是这些号称要抵制 中国这个棉花和中国棉纺织产品的 这样一些国家恰恰是中国纺织品最大的受益者 如果没有中国棉花和中国纺织业 这么巨量的这种天量的出口 没法支撑世界最广大范围的抗疫活动 对于这次事件 是否会对新疆棉花的生产 和中国棉纺织业造成影响 胡冰川表示完全不用担心 没什么太大的影响 因为我们说了嘛 就是中国我们自己的棉花还不够用 我们还要去出口棉花 实际上对新疆棉花影响更大的 是国家的支持政策 而不是这些经销商的策略 但对H&M和BCI来说呢 可能是丢掉中国的市场 这个是现实的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呢 我觉得H&M和BCI将来会后悔 他后悔的未必是在经济上 失去了中国的市场 而是呢 他不能用一个客观和正确的价值观 去衡量现实问题 就是说 他当他发现了自己过去的思考 是存在缺陷的 那么我觉得他比这一点会后悔